第一年大五十四个位置 用政治学院 第二年大学校 开学第一天 新年五中172重点班班主任向老师 正在讲台上给刚升到初三的孩子们 讲解初三学年的注意事项 班上现在有六十几名学生 但在第一次月考过后 重点班只能留下五十四位同学 成绩差的将被赶去普通班 虽然这看起来很残忍 但孩子们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从现在开始 一切以成绩为先 早上六点 伴随着起床的铃声 学生们陆续穿衣洗漱 匆匆赶往操场 跑圈上早自习 然后再带上饭盒去打早饭 学校条件简陋 食堂位置没那么多 学生们也不讲究 站着蹲着各自解决完早饭 再去排队洗饭盒 学校给的早饭时间还算充裕 因此有些吃得快的 还会趁机洗洗抽袜子 回宿舍整理一番内务 十点半课间操时间 不知是学生太烂 还是嫌体操动作太傻 好好的动作最后就成了软绵的 群魔乱舞 即便老是盯着也不管用 青春期孩子大多都有自己的个性 听到身后动静 男生赶紧藏起小镜子 十几岁的男孩已经学会了暧昧 头可断血可流 发型不可乱 是他们的口头禅 不过无论是臭美还是看小说 都得小心提防班主任 被发现后镜子和手机可就没了 日子在忙碌有序中度过 转眼下雪东来 寒假到了 数着手里的大碟练习册 学生们纷纷抱怨 作业这么多 可怎么写得完 一直到回宿舍收拾行李 学生们也还在看着练习册叹气 马路上收拾好后的学生 跟家长一起回家 路旁边的小房子 刚贴着政府的红服 农村独生子女或两女家庭 考上重本 政府奖励三千元 这是政府在鼓励农村子女读书 然而 对于贫穷和缺乏文化的 寒门家庭而言 想出一个柜子 却是难如登天 讲节正在玩游戏 重点班也不全是好学生 父母都不在家 缺乏监管的讲节 有很重的网易 晚上偷溜去网吧 藏被窝里看小说 上课和考试时睡觉 对讲节来说都已是常试 采访中 讲节还提到了一件趣事 有次英语月考 后座学生传错答案 将纸条扔到了他的桌上 讲节睡醒发现以后 就赶紧将答案抄上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后座竟是一个大学霸 即便他刻意只抄了一半 最后也因成绩太好而翻了车 说着曾经的趣事 讲节没忍住笑了出来 重点高中太难 土高和技巧 他也勉强能上 不上不下的他 既没有对未来的规划 也缺乏奋斗的决心 而与讲节相反 同样处于中游的何力宏 则与讲节完全不同 他学习还算刻苦 对未来又明确规划 不读高中考个职业师范 好就业的同时 也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 何力宏是这么想的 不过其实他对未来的规划 大多都来自于爷爷奶奶 女孩书读多了没用 考个师范能就业就行 别给家里添负担 爷爷奶奶的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孩 对此何力宏父母是 看在眼里齐在心里 却又毫无办法 他们常年在外打工 女儿见了他们 连任都认不出来 更别提他们的话了 无奈的父母只能 拜托班主任 请他将女儿管严一些 成绩上去了 或许也就想考高中了 又是新的一学期 送走何力宏父母以后 向老师继续收费报名 这时一个家长走了进来 开口说钱掉了 五百只剩了两百 丢钱也是全丢 怎么可能丢三百剩两百 向老师不信 当即叫了学生来推置 这个学生有网瘾 说不定就是偷拿去上网了 不过因为学生不肯承认 最后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报名继续 一个戴帽子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当听向老师说 一学期所要花费要两千二百时 男人当即就皱了眉 读书这么贵 还不如去打工 听家长这么说 向老师笑容勉强 只能劝男人辛苦一些 等孩子大学读完就好了 然而 对于这话 男人确实没理 让孩子念九年是国家规定 没办法 如今九年读完 干嘛还要浪费钱 等孩子毕业就接他去打工 男人说的斩钉截铁 这么好的孩子 怎么能让他去打工 向老师眼睛眨了又眨 赶忙向家长解释 他家孩子是班上十四名 这是不出差错就能上省重点的成绩 省重点 那时进去了就有希望上明校的地方 即便进去以后不努力 普通本科也是很有希望上的 向老师不停劝着 企图改变男人的决定 然而 男人却是主意已定 趁着又有家长进来 男人赶忙溜走 向老师阻止不及 只得畅晚叹息 一个准大学生苗子就这么实了 向老师憋屈的不行 即便面对下一个家长 也还忍不住抱怨 而与前一位家长不同 这位女生的家长倒十分开明 女孩成绩是班上四十多名 星期都选女孩父母 别让他读了 然而家长却十分尊重女孩意愿 女孩想念高中 那就供他读 优生与差生 家长的不同决定 导致完全不同的命运 人生无常便是如此了 不过初三也没那么多时间 伤春被秋 向老师再度投入紧张的教学 初三下学期 学生们的假期变得越来越少 每个月都只放一次假 难得的假期 范清华没有休息 而是举着锄头帮奶奶挖地 他父母已经在外打工十多年了 这些年 家里一直是奶奶在忙碌 农活忙中 奶奶的背也变得越来越妥 看不惯奶奶辛苦 范清华便会力所能及帮其忙 不过他也不是时事都帮 那些他认为没必要重的 范清华便不会出手 他这样是希望奶奶能少种些地 然而老人忙碌了一辈子 却是最见不得地慌着 范清华不帮忙 他就自己干到黑 对此范清华是好气又无奈 学习考试假期 再给家里帮些忙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到了临近中考的日子 在学校的最后三天半 政治老师将一七二班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他想借这次批评鼓舞学生士气 让他们不要这么松散 然而很显然 政治老师的话并没有起到作用 繁忙的学习压榨了学生的所有精力 随着中考越发临近 学生们的心神也变得越发松散 会考前四天 蒋洁躺在床上养神 他昨晚在网吧玩了通宵 如今完全提不起精神 临近中考 班里的氛围变得越发分明 前排的认真学习 后排的睡觉开小差 晚上再溜去网吧带带游戏 会考前三天 隔壁的普通班举办了班会 将教室改造成KTV 女生肆意拼着歌喉 男生则在后面喝酒打牌 玩得毫不惬意 歌声一传来 重点班里 正在看书的学生都抬头厚望 心思也跟着浮动起来 会考前一天 学生们陆续收拾东西 将开卷的历史政治塞入书包 再整理整理头发 学生们纷纷踏上大巴车 在学校的鞭炮声中 聚往各自报考的学校 入住宾馆 吃饭 看考场 一切弄好 时间也到了傍晚 晚上九点半 向老师在宾馆走廊巡逻 听见声音 看见灯光 面具敲门 叮嘱学生早睡 一天再度过去 中考终于到来 陆续敲门叫起学生 叮嘱检查完考试用具 再将学生都送进考场以后 陪考的老师 没有再回宾馆休息 而是选择在校门外的树荫下等待 他们担心学生出来 没见到他们会不安 两天半的考试很快结束 随着考场大门打开 学生们陆续走出 老师们紧绷的心神也终于得以放松 一百斤西瓜 王老吉 格瓦斯 可乐蛋糕 回城的大巴上 向老师开始打电话 预定庆祝品 气球 重新布置桌椅 摇起耳班 也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庆祝 唱歌 打闹 玩牌 既是庆祝中考结束 也是向初中三年 做最后的道别 学生们一直笑闹得很晚 凌晨1点38分 在学生们陆续离去以后 班级的角落里 仍有爱惜书的学生在翻找书本 考试结束 有人选择将书丢弃 也有人对多年伙伴依依不舍 考试结束第二天 老师开始帮学生对答案 中考成绩的好坏 在这一刻就大概明晓 中考20年以后 范清华到学校查成绩 850多分 刚知道的时候 范清华乐得喜笑颜开 然而 当知道现役中的录取线以后 范清华确实笑不出来了 851只差录取线两分 却是隔了天欠 太可惜了 向老师得志以后也是频频叹气 不该最后让学生放松的 向老师懊悔极了 然而如今 却是一切都晚了 不过尽管范清华的事 令人惋惜 但其实整体而言 172班还是考得很不错的 升重点县一中上线28人 占全校总上线人数48的一半以上 达到9年来上线人数之最 可谓是极好的成绩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人生就是这么无常 都说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其实中考也同样如此 中考之后 172班的学生 都将走向不同的道路 考上大学或者打工 他们的命运大多有此奠定 即便人生还有其他转折点 对于贫寒的他们而言 改变命运的路径 却始终比别人狭窄 有点疑惑